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相聚 好 我們就快速的進入主題 把健康帶著走 我們走 不要帶著疲倦 帶著腦累 所以我們如何消除疲勞 每天把你累積的 不要說每天 你早上累積的 到中午能不能去掉那個疲勞 到下午能去掉疲勞 晚上就又重新出發 那我們來看 從這樣講 我們每天你吃的東西下去就到胃 胃經過十二指腸 這個胆 十二指腸這邊 十二指腸下的小腸小腸 那最重要的消化和你要抗癌症 你要避免癌症會產生 你一定要善用你的口水 這是很多人忽略的 很多工商借一馬 哇 這麼快 甚至於對小孩都說 吃得快一點 要吃得慢 要去補習 要去學校 來不及 什麼 有的媽媽每天早上 七點到七點半 重複講的那幾句話 都是害死這個小孩 一直就會胃口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吃東西 至少要15下到30下 然後把致癌物 會從你的口水分解掉95% 還有就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還有能夠把你吃的雙糖的東西 會轉變成單糖 我舉例說雙糖怎麼轉變成單糖 比如說甘蔗 我們到現在都有甘蔗 甘蔗 你很疲勞的時候 你就咬兩根甘蔗 你要咬它 不要喝甘蔗汁 為什麼 因為你在咬的當中 那個口水就分解了甘蔗咬出來的汁 雙糖馬上變單糖 那個口水是很神秘的 神給我們這口水好厲害 單糖馬上進入血液直接吸收的 而且甘蔗馬上回復體力很快 就像你打了點滴葡萄糖 一打下去 這個很快就回復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口水去喝 你是買了甘蔗汁兩罐 乖乖乖乖乖乖喝下去 沒有經過口水的分解 那你是喝了糖水 所以糖尿病的人可以咬甘蔗 糖尿病的人不能喝甘蔗汁 除非你那個甘蔗汁是放在奶瓶 然後你用奶嘴吸 喝奶嘴吸那可以 所以可見口水是非常偉大非常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消化吸收最重要在這裡 經過這樣下來在胃會停留一小時 如果你吃太快沒有嚼得很碎 或者還沒分解的 在胃它是第二道殺菌 因為你第一道兩三下下去了 殺菌都來不夠 所以就到這裡 這裡第二道殺菌 你還分泌很多的胃液 那胃最怕什麼 胃最怕超鹹 超鹹 什麼東西會超鹹 如果你吃泡麵那一包 佐料包全部都放下去 保證超鹹 還有你去吃海產店 可能會有鹹的滷味之類的 吃下去 不要說這個有種蛤蜊 吃下去一滴 好在這裡 這裡馬上胃連抹就溶解掉 溶解掉 然後溶解掉 滑溜溜的東西就溶解掉 但是胃會自己修復 可是怎麼樣 20分鐘內修復 可是修復起來就彎彎曲曲了 所以你以後 然後又碰到你吃了鹹 會想要喝汽水喝啤酒喝可樂 那個可樂再下去 那個地方長期就會引起胃來 所以胃記得 超鹹的東西就是引起你未來最大的主因 那胃停留一小時 你吃下去的酸甜葡萄各種好東西 那一小時後他進入十二指腸 進入到小腸 小腸照張全收 就把你所有吃進去有毒的有營養的 是維他命的是礦物質 全部照張全收 進入那裡 你的血液 所以你的血液裡面會什麼樣子 就是你吃的東西裡面都會跑進去 剩下什麼 渣渣 渣渣 就是渣渣裡面有鹽有水分 所以大腸是負責脫水 把水分支援回收回去 那鹽分也支援回收回去 如果你大腸功能生病 他就沒有把水分吸回去 那你就是拉肚子 你就是落曬 就拉肚子水分沒有吸收回去 就水水的 從肛門就拉出來 那這時候你怎麼辦 你萬一碰到拉肚子 哎呀 拉肚子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是你吃到髒東西 所以你心臟有問題 快要心臟病發作 也會拉肚子 還有你內腹病失調 急性糖尿病也會拉肚子 還有這個甲狀腺出的問題 也會拉肚子 所以拉肚子 還有你這個全身的筋肉穴道 自律神經失調也會拉肚子 所以拉肚子不能一直叫他說不要拉 什麼吃止蟹藥還是什麼 那有時候很危險 那萬一你拉了怎麼辦 你沒關係 廁所出來趕快去倒一杯溫水 然後來放一點鹽巴 不要太鹹 就差不多像喝菜湯這樣子 然後就補充回去 因為拉出來都是鹹的 如果你不補充鹽水進去 你會脫水 你會昏腦 你會怎麼樣 休克會腦缺氧 然後甚至於會變成植物人 很嚴重 所以拉肚子拉完沒關係 不是急著吃藥 先把它喝一杯淡淡的鹽水 這是保養 好 那這個大腸 我們看它是摸字型 蹦蹦蹦蹦蹦蹦的摸 這樣這樣下來 這是大腸直腸的地方 通常直腸大腸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哪裡 在你右腿左腿 在你的左腿 左腿的內側 就是這裡 好摸一下你的左腿 左腿內側啊 就是你肛門的旁邊 好 如果你今天開大便 沒有大便 那明天 你這個地方 會怎麼樣 會更下垂 更硬 那你在大便 而且你去出國兩天很忙 真的很緊張 沒有大便 回來 你要大便的時候 覺得有一個頭已經硬了 嗯嗯 我腳好像那個頭硬不出來 好那怎麼辦 我就開始講按摩 這個 你摸得到了 當你坐在馬桶上 或者蹲或者坐 你就覺得一個頭 好像很大 很乾 不出來 你用手 碰在你左腿啊 左腿的這個 就肛門旁邊 其實就摸得到這個 硬硬的 下垂的東西 好爛走 很簡單 你手就給它 欸 捧上去 捧上去 就這樣頂住了 然後你就輕輕的再 嗯一下 它就 就出來了 很快 很簡單 這一招一定要記起來 因為有時候 我們難免會好像 突然哇 什麼回南部去忙什麼啊 然後也忘記喝水 也忘記大便 治癒神經都失調啊 所以這一招很重要 好那這一個地方 這個裡面都不能脹氣啊 什麼 因為你有空氣 它就下不來 下不來 所以這地方 你每天早上 如何控制你的這個 大便能夠大得好 我給你們看下一個圖 注意看 正常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樣子 是亞當夏娃 第一天當人的時候 這個位置 那今天我們在座 都不是這個樣子 今天我們都變形了 我們已經超用 亂用 爛用 這個時候已經變形 為什麼變形 來 給你們看 這是缺乏運動的 久坐辦公室的 生活不正常會解釋一下 缺乏運動跟久坐辦公室差不多 差不多 為什麼 比方說我在銀行上班25年 25年銀行上班什麼動作 來 收件 台長 好 下一個 又下一個 郵擠也差不多 就是這樣 左邊或者是右邊而已 他坐了25年 所以他的 他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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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態就會 使他 會 長子會 改變 那麼呢 這是肛門喔 這都是肛門 這都是肛門 好那明天早上你們看一下 回 看一下你自己大便有沒有這麼大條 還是這麼小條 還是這麼大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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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這裡 累積啊 每天你都有大可是小小 會累積喔 久坐辦公室 好 生活作息不正常是什麼意思 比方說7-11 晚上值班上班的 加油站 警察局的警察 醫院的醫生護士 還有這個 其他的特種行業 包括小偷也是 半夜沒睡覺 半夜沒睡覺 會早自我期待 會自立神経失調 所以長子會怎麼樣 無力 然後這個就是這樣 都小小的 好 再來這一個是 暴飲暴食 299吃到飽 然後就繼續給人家吃個 499 第二天吃不下 其實泡一泡一泡 腸子也會變形 這些都是大腸 缺水的 什麼叫缺水 有些人 常態性的發炎 那他總是覺得 我喝一水 想要爆料 我喝一小口 就想再尿尿 我最好少喝水 這個更糟糕 這個 哭乾掉了 哭乾掉了 這個大便都打不出來 而且硬掉 有一天就必須剪掉 很多銀行上班 我碰過身邊有幾個女的 做到經理 都走這一條路 這個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過度的缺水 那你血液裡面也是缺水 血液裡面就不乾淨 那你哪一天碰到臨時要有開刀 你的傷口是不容易癒合 才好一直在那裡發炎 好 再來長期乾功能不好 常常晚上都兩三點還不睡覺的 然後五六點又要往白天 又一直撐下去 所以這裡肝本常常一包 重重 熱色 你們自己去找一下 看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這樣子的狀態 會導致什麼病 所以今天我們所有醫院在治療的病 都跟這個有關係 我們看另外一張圖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五萬個解剖 五萬個死掉的 五萬個死掉的病人 什麼樣的病人 第一個種類就是各種癌症 第二個種類就是心肌梗塞的 第三個種類就是中風的 都跟心血管有關係 都是跟大腸有關係 好 那大腸的肌的大便 肌在哪裡會導致什麼病 來 這個是肛門 這個大腸直腸 我說 嗯 一個頭還不出來就這樣 所以大腸直腸最多在這裡 因為這裡最容易爛 你們 今天的大便 一天沒有大出來 第二天的話 這個產生的毒素 就有72個香菸的毒素 非常的毒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大便嗎 無所謂 今天沒大 反正明天會大 後天還有機會大 你一定要好好的重視它 如果你是常常基在這裡的話 那你開始的症狀 就是你的假性的糖尿病 就是偶爾會血糖高 不定情 那還有就是你的生殖器官開始有毛病 比如說女生可能就是子宮卵巢之類 男生就是陰頸睪丸攝護腺之類的 那如果你腸子變形在這一段 這會影響腎臟 還有副腎功能會不好 那腎臟也許就容易產生腎細胞癌 或者是腎功能怎麼樣 衰竭是什麼什麼 很多 那腎上腺分泌不正常 低落或者是太高抗 那這裡就是很容易糖尿病 因為這裡如果變形了 這邊就很容易病形了糖尿病 那這裡如果你這裡 這裡的腸子變形 就很容易肺病肺癌 氣喘咳嗽肢氣管發炎 就是這一類的 那如果是這裡變形了 就是心臟病 心臟病五六種狀況 這裡就會肝不好 肝臟肝功能不好 那如果是這一段的話 就是會內腹病系統 那這就是經過五萬個解剖出來的歸類 那這些原因怎麼來 纖維攝取不足 動物性蛋白質太多 喝水不夠 生活作息不對 熬夜睡眠不足 纖維攝取不足 就是我們現在精緻的吃太多 比如說你吃蛋糕 就很少有纖維 但是我們以前吃五穀雜糧 吃地瓜 吃什麼環杯 所以現在一定要恢復到 白麵包不要吃了 你要吃全麥 都吃玉米 地瓜之類的 還有一些麥片 那動物性蛋白質太多是什麼 因為現在的外食 像這個工商這個商業區 中午大家都外食 或者叫便當 對不對 叫便當啊 問啊 今天想吃什麼便當 你會說什麼 雞腿便當 那你呢 你要雞腿 台股 你咧 台股 OK 我們說一個雞腿 一個雞腿 它有時候是一個大腿 和一個小腿 對不對 如果照我們牙齒的結構 然後上帝給我們的這樣結構 我們的肉量 那一隻大腿 連小腿 這樣的雞腿的便當 那個雞腿 是七天的肉量 那我們一餐就吃掉 七天的肉量 那我們去吃西餐 我們去吃西餐 八盎司的牛排 請問你要吃幾分熟 有沒有問你 我說我要吃六分熟 那我怕死的 我就要全熟 好不管啦 還不只那一塊牛排 還有海陸大餐 哇還有一隻蝦 還有一個什麼干貝 還是什麼東西的 好 那個八盎司的牛排 這樣子 其實是一個月的肉量 哇 你看我們 我們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我們只能怎麼吃 有一種餐叫做 嘉義雞肉飯 有沒有 那個飯上面幾絲 雞肉絲而已 就是這樣啦 要吃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這個牛肉可不可以 那麼一大塊這樣切啊 不行啊 你要怎麼樣 只能青椒炒肉絲啊 然後青椒要放多一點啊 還有 有人說我都不吃肉啊 我都吃魚 那魚呢 糟糕 現在吃魚比吃肉更糟糕 對 現在中毒太多了 而且喔 吃那個魚太多了 我們最近的這個醫學的那個 那個紀錄品件就是 膀胱癌 吃 有的吃很好 有的吃鮮魚 吃海魚什麼 結果我就得膀胱癌 最近的這醫學紀錄 好 那所以 魚 蝦 貝殼類之類的 也是不能說 哇 我都喜歡吃那個 我不吃肉吃什麼 那個痛風煮的 都是吃海鮮來的 痛風煮 好 所以 所有的病 可以說95%都是從嘴巴吃進去的 喝水不夠 每天要什麼喝 每天喔 要那個 這個水杯 這是大概250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250 沒有 他大概200 150而已 150 他這個應該要15杯 要15杯 好 那生活做起不對 11點以前睡覺是最幸福的 但是我自己很難做到11點以前睡覺 為什麼? 因為11點到1點 是你的肝臟在更新的時候 所以你11點到12點 也許會還有一點興奮 因為他心臟 那個肝臟在轉換 可是你很容易就因為這樣覺得精神也是不錯 沒什麼差 然後就會搞到12點半一點 那這當中會有一個感覺 你的手 其實我今天告訴你們回去就開始注意 你的右手和右腳 如果你超過時間不睡 上帝還是有很溫柔的提醒你 為什麼? 你在你的右手這個 這三根下來的這個地區 它會有點癢癢 有一點癢癢癢癢癢 還有腳也是喔 你的腳丫 腳丫也是腳扭扭再過來這樣 下面這一個塊地區 會有一點癢癢癢癢 那時候就是在告訴你什麼 該睡了啦 該睡了啦 這樣你不可以再熬了 那時候你要怎麼 好啦好啦 按摩 知道嗎? 好這樣子 按望軟軟喔 對不對 然後這一支咧 就在這裡啊 這邊會骨頭一根一根 在骨頭的旁邊這個縫 你就對它說 好啦 我趕快等一下就要睡 你趕快按摩 因為這裡會幫助到這裡 讓它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重新隔離 就像一個人很累的 你說來我幫你按摩 按摩其實它真的是比較好 腳也是喔 那你如果很嚴重的話 這個手喔 你看厚厚的 臟臟 還有一些人的腳 是很像麵包這樣 臟臟的大大 那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 我們繼續講 一個一個好了 好 那生活作息部隊就是 5點到7點要起床 5點到7點之間要起床 11點以前睡覺 那5點到7點之間起床都是OK的 起來怎麼樣 很容易排大便 因為這是大腸在更新排毒的時候 那7點到9點一定要吃早餐 這就是小腸要吸收營養的時候 如果你說我都不吃早餐 我習慣沒有吃早餐 那我告訴你 你是一個不容易排毒的人 人要身體會排毒 一定7點到9點要吃早餐 不吃早餐的人排毒功能會不好 比早沒關係 比早 5點到7點是好餐 5點到7點是好餐 那你有先大便了嗎 要先大便 我們不是像小狗一樣 先吃才大便 我們要先大便再吃 5點到7點要先大便 大便很簡單 我現在先教你們 你在醒來的時候 4點半 5點6才祷告 4點半起來 竟然還活著 來等一下 第一個動作 感謝主 躺在床上喔 還沒起來 要先伸展腰 啊 這裡拉子 知道嗎 在床上 這裡要拉子 然後那你鬆下來 鬆下來 你的屁股會怎樣 放屁 會放屁 這個放屁很重要 好 會放屁之後 萬一沒有放屁呢 另外一個方法 你就起來趴著祷告 跪著 像青蛙一樣 屁股翹才 這樣祷告 你用一邊跟上帝講話 一邊用你的左手按這裡 因為你趴著 按這裡 知道嗎 這一段 肩胛骨的 這樣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按按幾下 按按幾下 再雞嘴骨兩側 按按幾下 跟上帝講講話 那時候也會 嗯 還會打便 然後如果萬一這樣 會放屁 不是打便會放屁 萬一這樣放屁 還放不出來啊 在什麼時候還可以放屁 你在刷牙的時候 你刷牙的時候 站著嘛 刷牙 那麼 右手刷牙 左手摸著臉盆 左腳翹起來 哈哈哈哈 你刷牙的時候 這樣摸著嘛 才不會跌倒啊 扶著 這個左腿 伸直 往後 這個腳背 往後 抖抖抖抖抖抖抖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是整隻的抖 這樣 好 好 那換這邊刷牙 再換這邊 懂嗎 然後這樣子 就會把你大腸 剛才那個肛門 大腸師匠那裡就會抖 然後他 腎臟也按摩到 所以就會 剛才沒放的屁 現在又會噗噗噗噗 放的屁 所以一定要 管子裡面沒有氣 大便才會出來 就大腸裡面不要有氣 好 那現在我們來講 在床上 你醒來生的懶腰 放的屁 在什麼 按摩哪裡 這裡 小扭扭下來這裡 這裡呢 就是這一段的大腸 的反射開關在這裡 你知道嗎 剛才這個 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今天要大便的 這一段就在手 左手 左手 左邊嘛 左手 你的左手在哪裡 左手 好 小扭扭 小扭扭下來 這裡 這叫什麼 降結腸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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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降結腸 那降結腸 好 你現在躺著 用你的右手 跨住左手這裡 好 這樣 倒臉 三隻 好 三隻啊 躺著啊 吸一口氣 吐氣 抓緊 啊 一次 第二次 吸 吐氣 啊 把這一塊肉 三次就好 第三次 啊 這樣氣要出來 好 就這樣子喔 然後你坐起來 這個的話 冬天這麼冷 你不要很勇 這樣 馬上就跳下來 告訴你 很多人在這個社會中風 你要在床上怎麼樣 敲敲腳 我把這個 弄在後面 11點 你流量 這就是豎便 剛才說的 我先講到這個 現在要跟你們講 排大便 好 來 敲腳 你剛才的大腸 就在這裡 這是 右腳 這左腳 這一腳 給它放到這裡 你就看得懂 它剛好是 這樣 所以 你要敲哪裡 這個地方 敲這個地方 要大便 知道嗎 還有你尿酸很高的 尿酸 唯一的出路 就是要從尿外大便出來 沒有其他的路可以出來 所以你尿酸過高 會痛功的人 一定要靠你的什麼 輸尿管跟大腸 這是輸尿管跟大腸 這就是膀胱跟腎臟 兩個腎臟 有輸尿管 兩條輸尿管 這膀胱有一個容器在這裡 好 要堆 摧摧摧摧摧摧摧 左腳先 先摧左腳 這要做筆記 左腳先摧 因為身體管排 排毒是從左邊 然後左腳弄完再弄右邊 因為右邊就是新的能量進來 所以我們走路 左腳右腳 左腳右腳 就是出氣進來出氣進來 這個有一個神創造 幫助我們的一個循環 好 敲敲敲 還要敲哪裡 要讓你脖子鬆啊 肩膀鬆啊 敲哪裡 敲這裡 腳趾頭的這一塊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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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就是你的肩膀 都管你的腸胃啊 你的胃 膽 小腸 這個吸收 都在這裡 所以這有一塊肉 所以你一定要用這個 會 會不會 慢慢練功 好一點 就可以用你的 另外一隻腳的腳後跟 敲這一隻腳的前面 回去可以練習 好 那在手呢 手一樣 手的這一塊也是你的肩膀 好 這一條 你是你的肩膀喔 所以你肩膀厚硬酸的人 從這裡摸就是厚硬酸 而且會痛 從這裡都會痛 等一下我會留時間 如果你不敢急著回去 我們雖然說講一小時啊 事後還可以公商戶戶一下 既然來了 就是解除這個重擔一下 好我剛剛說的這一個 因為光度不夠 這叫 降結腸 左手 就是按這一塊 按這一塊 好啦 那你就摧摧摧摧囉 那你很重要 有些人 不曉得今天是不是血壓又高呢 天氣又冷 所以到天亮 45點冷的要面 如果血管都收縮 這個血壓會高啊 好 那你在床上一定要做一個安全動作 好 什麼安全動作 這幾個肉丸子 這幾個肉丸子 你要給它捏 會不會捏 這樣 抓到 從這裡扣進去 就會卡到這個肉丸子 抓到肉丸子 然後 轉一轉 就這樣 這樣 上下 抓住 然後左右扭一扭 然後這樣 從第一隻到第五隻 這樣 會跟你控制血壓正常 而且什麼 控制你鼻子不會過敏 因為你剛起來冷 有時候你會發覺 你剛起床 像這裡今天做完了 你的腳趾頭是冷了 是冰了 都很危險 而且會容易頭痛 反正鼻塞過敏 很嚴重 好 所以都跟這個有關係 所以你一定要在床上 就先做好這個動作 還有腳 腳要轉 好 要轉這個 這個腳踝 腳踝怎麼轉 你這樣躺著啊 躺著 現在轉給我看 腳要很聰明的 很柔軟的轉 如果你的腳不能這樣子 很柔軟很聰明的轉 你是整隻腳這樣子的轉 那我告訴你 是表示你已經有痴呆症現象 這是真的喔 像現在我都會告訴大家 說來 我們來轉手 那有的人看 我這樣轉 很想這樣轉 可是他怎麼樣 那就是痴呆症 你們這樣小心 那個走出去 就很容易丟掉 他就是成為那個 我要回家的 就是這樣 常常會診斷 你今天怎麼樣 可以這樣喔 我什麼 你這個唱歌仔戲啊 探3塊 開5塊 那唱聽句是 探5塊 開3塊 好 一定這個關節很重要 他這關節一定要保暖 你看我都有帶這個 像這樣很冷啊 外面啊 什麼 這個地方就是鎖住你心臟 心臟的溫度 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和這個脖子 還有腳 腳踝 這個地方一定要保暖 所以你看那個以前日本兵啊 二次世界大戰 那日本兵有沒有 他們在中國啊 大江南北 他們一定有大娃 綁腿 綁腿 腳管六大精肉 肝腎脾胃 還有膀胱 還有膀胱 這個都非常重要 所以兩條腿一定不能忍 兩腿一忍 你這樣忍就很累 花軟 那兩手一忍 心臟就瘦瘦了 好 所以好的 那個像是要說去買那個很好的什麼下血要穿的衣服 他這裡一定怎麼樣 關起來 一定有幫你關起來 這個就是關鍵 還有你那個衛生衣或者好的衣服 下面是不是給你關起來 對 那個都是重要的地方 好 那我們繼續來說 你現在敲敲敲捏捏捏捏捏都好了 轉一轉都好了 下床 下床你就站著 先刷牙 刷牙 刷牙 一起在刷牙的時候 你就覺得想要不要抖一抖 給他放屁下 好 那洗臉的時候 那時候你這個 開始蠕動 因為剛才的按摩 他又刺激 你就覺得 好像要去大便 那時候你就去坐馬桶 那坐馬桶呢 不可以向前這樣 喔 又看什麼 蘋果日報 不可以 做證 一定要做證 側面給你看 一定要這樣做證 然後呢 這個手 你就要怎麼樣 右手按左手 這個左手就這裡打開 好 這個齁 這裡就是 甲狀腺啊 胃啊 腸子啊 糖光啊 什麼一堆都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按這裡 按這裡就刺激這裡 那就 直腸在這裡 很奇妙的 上帝照著 直腸 黃光在這裡 直腸在這裡 按這裡 按這裡怎麼按 這一個手 左手我們坐在馬桶 左手打開 打開 這樣的高度 要坐著嘛 我站著你們看得到 不要按 就這樣就好了 這個打開 這樣打開 然後 右手呢 按住 這一支呢 就在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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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 坐在馬桶 就這樣 吸一口氣 吐氣 抓住 抓住 呼呼 就把它抓住 呼呼 一口氣 大便就一條下來 聽得懂嗎 聽得懂 來我再說一次 坐在馬桶 好 好 這樣子 好 好 這個手是這樣 那這一支呢 是按在這裡 不是裡面 在這個側面 在這個側面 不是裡面 好 固定 不是固定 這樣 這樣 可以這裡可以抓 可以抓 好 坐在馬桶這樣 不能按 你看 鬆车這裡要開 吸一口氣 吐氣 抓 推進去 這樣 這樣推進去的力量 這裡就會 很強的力量 然後這邊就有力量 就一條就向著 很快 然後再按第二次 兩條就差不多了 就很幸福了 然後如果這樣搭不出來怎麼辦 還有一點 這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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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總是有留給我們 一條路 好 看到嗎 第二支手指頭叫大腸筋 大腸筋 大腸筋 大腸的筋肉 總開關就在這裡 指甲的這個90度角 所以你要靠住 然後這一個 按住這個點 在指甲的這個點 90度的這個點 一點而已 所以你要這樣抓住 這樣 坐在馬桶啊 吸 吐氣 壓下去 這樣子 下氣啊 這個這個會出來 好這一點喔 一定要學起來 很強的排毒的一個點 好 如果這樣還不出來 怎麼辦 這支 如果這樣還不出來 趕快說一下就真的最糟糕 好 再來就是這 這一段 就是你這個褲子有沒有 這個骨盆 骨盆 骨盆 骨盆的這一段 那你在馬桶那你就沒有穿衣服了嘛 這裡 那你就用你的兩個手 看你要用這兩個 還是要用這兩個 這樣 坐在馬桶啊 這樣子啊 稍微這樣 彎一點點 這裡就會比較凸出來 吸 吐氣 就 呼 壓 這樣 哦呀呀呀呀呀呀呀 按住呀呀呀呀 再一次吸鼓氣 坐在馬桶上可以做這個動作 那這裡鬆開了以後 你也大便很容易就出來 好 那我們不要說在早上啊 馬桶的時候才做這個 其實平常你在你家 你要走到房間睡覺 從客廳要走到房間 你就記得老師今天說的 你就可以從客廳起來 要走到房間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這會讓你長命百歲 因為人的斷氣 人的斷氣最後是從這裡斷掉 你的生命跡象是從這裡斷掉 所以這裡是非常重要 所以平常過馬路也可以啊 這個什麼紅燈 剛剛我看還有一個紅燈很久 怎麼有一分半的紅燈 對 那對 然後你就在那裡就可以怎麼樣 趴吧 按摩按摩按摩 保養保養 這個地方一定要鬆掉 常常保持鬆掉 你的生命力會很長瘦 是說在腰下嗎 腰椎啦 我們這個排骨肋骨不是在這裡最後一根嗎 然後這中間這一段是腰椎 再來這叫尾椎 這是骨盆 就這一段都可以 特別在骨盆的這一塊 屁股啦 這一塊很重要 尾椎再上來一點 對 尾椎 就是這個骨盆牆嘛 骨盆牆 好 這養生藥有方法 我們回到前面 所以現在大便很重要啊 一生當中不是吃什麼最重要 而是要大的好 大的乾淨 大的痛快才是健康啊 先講究怎麼排 怎麼大 好 我們再回去 如果你不大 你會怎麼樣 講究怎麼呢 大便 小便 大便 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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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平均都有6公斤的素便 看我们道松算是很标准的身材 里面还是有好几斤 然后这个素便是超厉害 它是36种致癌毒素 那也是严重威胁你皮肤不漂亮 最重要原因 所以我们公司在处理这个严重的皮肤病 从怎么样处理 从大肠 因为它大肠里面的生态产生的毒 就是使它血液中毒 那血液中毒最明显表现就是在皮肤 就是在皮肤 我们继续看一下 有两个很有名的人 一个叫约翰·维恩 如果是像我们这一辈子都知道 约翰·维恩是西部的打枪的牛仔 约翰·维恩 他也是大肠来死掉 他解剖身体 他因为他蛮胖的 胞壮蛮胖 有20公斤的素便 那猫王42岁 一夜之间突然猝死 那有人就觉得说会不会是被毒杀 还是怎么样 所以就要解剖 结果一解剖 原来他素便30公斤 就是被自己毒死了 然后我们来看 那为什么会有素便 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吃甜的太多 还有蛋糕、面包、精致食品 精致的食品不是食物 你们今天开始要对两个名字要搞清楚 食物跟食品不一样 食品就是把食物加工过 那食物就是上帝给你原来的东西 比方说地瓜就原来的地瓜 玉米就原来的玉米 可是你把这个变成地瓜饼 变成什么玉米、饼之类 那就不一样了 那这些还有吃卤味 很多人冬天很喜欢吃卤味 因为新鲜 有时候无聊 吃太多内脏 那这些东西都是会使你的肠子黏黏的 肠子的墙壁 那产生恶臭 那你的饮水又不讲究、不干净的话 那也常常就是你的血液里面 都有很多细菌 那就这样代谢就慢 因为纤维多的蔬菜 就像哨把一样 它进入你的肠子 进入你的那个 它像哨把一样会把你扫出来 那你如果都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像柳丁 你吃柳丁 你就把柳丁那个白白的那个地方 一样吃进去 现在有说红石柳 有没有? 美国进行 然后石油对营养就在脾汗那个白白 但是我们都不懂 都把它丢掉 只吃中间的看 一颗买起来有的 一定一百块或八十块七十 你只吃到十块钱了 七八十就这样 好就是那一些纤维不够 所以囤积起来会物就变成半性中毒 没有代谢半 出去半那进来多 而且进来都习惯性那些东西 所以就变成什么? 自发性中毒 没人下毒 就是你自己中毒 那肠内的毒素 经由血液分散到身体其他部位 这是许多病因的所在 肠子有六条很重要的血管 都是在吸收这些的毒素营养什么 所以血液两分钟就跑全身 所以你这个不干净的 中毒的血液一定会通过心脏 通过肾脏 通过肺 通过肝 通过皮肤 那现代人普遍纤维摄取不足 又缺乏运动容易引起便秘 然后除了肠内有害菌被人体吸收 其他器官也会造成负担 所以就是引起病发症的原因 像中风的病人 如果他在 或者心肌梗塞 如果他在119这个救护车 送他到什么台大医院 山津总医院 还没死的话 第一个动作 在美国和东京日本 他们先进的医院 第一个动作做什么 照他宿便存多少 那能够紧急怎么处理 把宿便取掉 或者是开刀把宿便取掉还是怎么样 这个人得救力回复力达到85% 如果这个人是肚子大大的 然后他心肌梗塞 他喝着中风去到医院 这一个没有处理的 他是瘟死的 而且会死得很拖 很麻烦 因为这个会造成你阿摩尼亚中毒 你这个宿便堆积了 所以有些老人说 哎呀我老了啊 这个记忆也不好啊 哎呦都记不起啊 其实是什么 你看他肚子 那么大个 里面就是装什么 装这些黑黑的 你看这就是 这个 就是装这个 这就是中风的 不爱喝水的 从他的肠子解剖 死掉以后 把肠子解开 挖出来就是这样 那这个在他在世 还被断气之前的几个月 因为搭不出来嘛 所以就请飞庸啊 从肛门给他挖嘛 给他挖还是不行 然后因为毒太多 然后就造成他会昏迷 昏迷啊 以温能吃啊 这样昏睡 那医院说 哎呀这个 这没有取出来不行 不然开刀好了 好啦 又做一次医学实验 然后要开刀 结果搞到后来就是直啦 只是多做实验 然后了解怎么死的 那这是心肌梗塞的 所以你看有些人 肚子大 大在上面 有没有 你们注意看 有些胖子 肚子是大在上面的 有些人是大在下面的 好 大在上面的 他肠子啊 就是 这个恒结肠 我刚刚说的 这变形在这里 然后累积他就很容易了 龟病啊 心脏病啊 就这样 你看说 这肠子挤得满满的 这很硬喔 像石头喔 这不是软的 而且这多久 历史大概应该有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 然后呢 就在你的身上 然后就这样 到处挂着走 今天带到得宜 快去吃书 明天到灵粮堂 后天到CVMC 就是这样 就挂着 随着你走 所以你会怎么样 肩膀将人家说 皮乎 我教你们怎么看 这个多的人 皮乎好像有一层粉 没有亮光 你们注意看 很严重的 尤其皮乎 好像抹了一层灰啊 没有油光 没有油光 那是已经很严重 甚至已经高血 还有肩膀僵硬 很严重的 这是一人份 有这么多 你看一人份的肠子解剖出来 有这么 挤的这么宽的 还有这么小的 就同一个人的一条肠子 这也是一人份 你看还有肌这样子 超臭无比 臭的要使你受不了的 而且硬 这是癌症 所以你们每天要看一下 你自己的大便 一定要看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带血 像这个就是 你看不太出来 它有浅血 这是大肠癌的一种现象 还有这也是大肠癌的现象 它有这种好像黏黏的 好像那种透明的 那种肤膏的 那什么 这些都不正常的 那我说血液中毒 我们来看这个人的脚 这个人的脚 它烂很久 它为什么烂 它不只脚烂 它连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都一样有这个问题 那它已经蜂窝 杏竹之炎了 还有它内固醇 什么消炎的什么 都用很多人没有效 为什么 因为它的饮食 它的家每天都有两锅高汤 你知道吗 就是骨头 什么牛骨 还是猪骨 还是鸡骨 去熬的 熬到那个汤都变白色的 它家一定有两锅高汤 然后喜欢吃炸的 还有鸡 什么任何炸的都很喜欢 还有那些就是快速食品 没有办法 它这个人又胖 那它的小孩也跟它一样的样子 一样的 你为什么 共同的饮食 全全 那这个就是它自发性中毒很厉害 它已经有糖尿病 风波性 脂肪炎 而且又肝的功能不好 然后肾的功能 膀胱功能都不好 都肿的 那现在我们如何帮助它 就进食 什么进食 禁掉它原来的饮食 全部都改掉 不准 然后把它库存的要清 库存就是清刚才那些 它库存 怎么清 量就改掉了 内容也改掉 然后好的水 活化的水 还有生机饮食 能够含有比较多的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 因为这些带有电流 矿物质微量素带有很好的电流 我们身上是有很多电的 因为当你电流混乱 你就智力神经失调 所以这些带有电流的营养素 就是矿物质什么 钙、煤、铁、铁、鲤、甲、蒙、西、折塞 这一类的矿物质微量素的成分给它饮用 然后切尾酵素 乳酸菌 乳酸菌很重要 好的乳酸菌 超级的各种菌种 而且能通过胃酸 通过十二指肠 不死掉的菌 就这样五六种 然后帮它做按摩 脚底按摩 还帮它做身体的按摩 还有大肠水疗 就这样 两个礼拜 都没有擦药 也不吃药 不吃什么内肤什么没有打针 它这个会愈合 有没有 这个愈合 它这个为什么会愈合 因为血液改善 完全靠它自己的血 能够使皮肤再生 如果它没有改善 它的饮食内容和那些治疗处理的话 它就是一直烂在那里 很严重 越来越污浊 那这个就是二十几天 快三十天了 你看它都瘦了 连骨头现在都看得见 所以你看这个人 减肥减 减胖减的都很减重 减重好几十公斤 然后牌也牌一牌出来很多 那牌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像这种牌 有时候还用一些机器 做肠子里面整顿 总而言之 它松了一口气 它气色也好 脸马上光亮 然后走路走得动很轻松 然后怎么样会笑 以往这样不笑 容易滑皮筋 看起来就没人喜欢它 所以血液很重要 血液很重要 还有一定要注意大便 海大便 那这就是肾脏 我们心脏 血液这个人 跑回去心脏 跑回去心脏 然后心脏打出来 打出来 高用 耐用一百年 这是身上最强的一个耐用设备 好 它打出来又跑全身 两分钟就跑全身 还要回到肾脏 那这个就是肾脏过滤 肾脏里面没有骨头 那肾脏过滤以后 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 就变成尿 其实尿的前身就是血液 好 那点点滴滴下来就是旁观 那这个地方左肾比较高 左边 左边比较高 右边比较低 那有一个地方叫护肾 护肾就是我们说的肾脏腺素会昏迷 比方说大地震 哇 大地震 然后被压了 然后这个肾脏和护肾很好的人 那时候他就有参生的爆发力 他就这个肾脏腺素就昏迷出来 哇 这个柱子凉垮下来 他就变成 赶快 我参生 你们赶快逃出去 这就是 这个爆发出来 或者是说 哇 这么冷 大家去爬山碰到大风雪 哇 零下五度 先死掉的就是这个不好的人 最后八个死了五个 剩下三个没死 就是这个很好 肾脏和护肾很好的 所以平常你们要好好保养肾脏 保养肾脏不是靠吃药 要靠按摩运动 还有好的饮水 还有不能憋娘 等一下我们来看 这鸡嘴骨颈椎有七椎 胸椎有十二椎 腰椎有五椎 这是尾椎 那这个鸡嘴骨的两节之间 有一个椎间盘 这是神给我们很伟大的一个设计 就是这个椎间盘让你能够弯这样 能够弯这样 能够弯这样 能够拽这样还能做事 就是靠这一个 可是我们老了 老了这一个怎么样 会变形 还有营养不够流失什么 所以就会卡到 卡到 哎哟 不能动 不能动 就这个 那就这一块很重要 那这一块还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的血液里面独树太多 你会长骨刺 所谓骨刺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是滑溜溜的 对不对 很圆滑 骨刺就在这里 刺刺刺刺刺刺 所以你的骨头变成 刺刺刺刺刺刺 那就会刺激 那就会不好 所以一定要注意血液的清洁 那血液里面90%是水 所以那个水绝对掌控你的健康 所以你要好好注意 你家里用的水 你办公室喝的水 你在外头喝的水 水一定要很好的过滤 设置计设备好一点的话 能够加以低频率共振活化 那是对你真的好 其实你身体75%都是水 你的血液90%是水 你的头 这个头85%是水 你的骨头里面20%是水 你的肌肉里面65%是水 所以你本身就是一罐水 你自己就是一罐水 所以你看水对你多重要 所以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 他造的最大的就是水 而且地球的比例 水是占75% 人也是占75% 让你平衡 所以要知道你的水 对你很重要 好 那这个鸡嘴骨 在你的脚底 你的脚底 有反射区 注意看 这颈椎这样这样的下来 所以如果你今天早上醒来 哇 落枕 颈部外一边 那可不可以从这里 不行 因为你不晓得他等一下 是不是要中风 是不是要心肌梗塞 会这样的人 都是有相当高的危险球 所以总开关在哪里 在你的脚的大母哥 所以今天 我一定要教你们这一招 这个现在冬天很冷 很多人就出了问题 颈椎就在你的脚的大母哥 你会手麻 就是这里 第六椎 五六七这几椎 就是有骨刺有歪掉的什么 所以导致你手会麻 来看 这是手 精美的包装 上帝设计得很好 这精美包装 让你能够做五十七种动作 都不会掉出去 这个脚也是 你看这么精美包装 这就是韧带 这个蓝色的是静脉 红色的是动脉 动脉你看不到 你表面看到的都是静脉 你看骨头这么多 你嘴敢跑掉 不想踢出脚 都不会跑出去 你看这个包装 是世界最精美的包装 所以你看搬家公司 全世界有名的什么海外 国际搬家公司 他们的包装都是找这个原理 我先生外派很多国家 常常都国际搬家 那搬家公司怎么给我保证 他说 这是一个茶壶 陶瓷的茶壶 经由他们的包装 他给我保证说 你拿这样给它摔下去 我保证你 我里面不会破 他们就是 就是学习这个 这个很多种的这样的包装 所以 你东西都包得很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来 刚刚说的鸡嘴骨 颈椎就在大母哥这里 下面 那再来胸椎就在这里 那再来腰椎 就是说 你好酸 我不能站太久 那就是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你膀胱 垃圾太多 肿起来 所以等一下 你们要把左脚袜子脱掉 还有人问我说 那鞋子要不要脱掉 我说 袜子脱掉 还有人问我说 鞋子要不要脱掉 好 盲瓜这里肿起来 那会影响 男生就影响你社会肾会肿大 如果盲过来 女生的话 就是子宫下墜 脏肌瘤 还有 火气大 晚上睡不着觉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事情 把你的左脚 腾出来给我看 我这样走过去 一个一个 就马上跟你讲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左脚 里面倒出来 是一粒一粒的 这个 用这个屁股 挖 挖这个 有的人没有力气 有的人 手 按住 这样 挖它 你会挖到 那就是你的 尿酸的结晶 有的已经变成一块饼干了 有的就变得歪曲 又什么 就挖到 都是东西 那不要太用力 你就先慢慢 好像木工 木工在 在抛那个木头 一层一层 再把它拨出来 好 现在你们没有办法有这个工具的话 你现在怎么 敲 好 你一手 敲这个脚 你敲个八十线 好了很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要脚底 好 多大力量 如果你是六十公斤 你走一步是不是六十公斤 你六十公斤就在这边 六十公斤就在这边 你的手要六十公斤 然后 七 七 足气 啪下去 刚才你按我们按的地方 足气就不可以敲六下 看那一板 看那一板 这里 好 现在敲完八十线 走路就不一样 好 好 这样太正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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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至少要这样 好 至少要有这个力量 好 好 至少要有这个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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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don 好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萉� 好,你現在敲了,如果你還要肩膀重一點,那就是敲這裡啦 好,而且你要腸胃很好,脾氣很好,肩膀要輕鬆,肩膀堅硬重的人都會發脾氣 而且臉部很緊張,人家不喜歡跟你做生意 這位古代的皇帝,他要當皇帝,每天一定要按摩三個地方 一個就是永泉穴,腎臟,全身穴道之外,就是腎臟在這裡 當皇帝,今天教你們怎麼當皇帝 那第二點就是竹三禮,第三點就是守三禮 竹三禮管胃,守三禮管大腸,你看一個要當皇帝 他要體力精力好,腎臟要穿得好 他要吃那麼多東西,吃的現在才享福,他的胃要好 他要吃的要能牌的,桌拍的好,才會長壽 所以他守的這個大腸的處理要好 好,今天先學這一個 這個要怎麼按,一定要學起來 在這個人字形的中間 有沒有看自己有沒有一個人字形 對,這個也就這個人字形的中間 這是腎臟,腎臟嗎? 這個學到永泉,就是湧出如泉水的農料 這樣兩個手抱住腎臟、腹腎 剛才有沒有一個腹腎,有沒有一個小小腹腎 很重要,就這樣,一個在這裡 吸一口氣,腹氣數六,六秒鐘很深喔 腹氣壓,一二三四五六,放鬆吸氣 再壓第二次,一二三四五六 第三次一共要十次,六四六秒鐘 十次一分鐘,這叫一分鐘快速消除疲勞 非常神奇的 如果你今天必須熬夜少睡三小時 我跟你講,剛才叫你這樣按 你按腿腿的這樣按 你一定要做 你說這個,不到十分鐘,抵得上少睡三小時 老師都是按左腳就對了 左腳要按完再按右腳 你要兩隻腳 左腳去按左邊 左腳去按右邊 我還以為只要左邊就好 沒有啦,你有幾隻腳就要做什麼 三隻腳 好,再做,十次做完 一、吐氣 老兄要按住,不可以抖、抖、抖 不可以按住 因為很深,如果用針灸的話 這一根針有這麼深 所以是很深的 所以你們一樣 不是用推的,是用按住 按住吐氣 吐完吐完六,自己數 一、二、三、四、五、六 嘴巴,嘴巴你數數字就會吐氣 好,然後再放中吸氣 好,再一次按數數字 一、二、三、四、五、六 好,放中吸氣 再一次按數數字 一、二、三、四、五、六 好,再吸 好,再按 一、二、三、四、五、六 再一次,最後一次 吸 按 一、二、三、四、五、六 好,你現在只做左腳對不對 然後我說腳踝骨狀 你們現在把左腳轉一下 好,來 就是肺磁 剛才弄的尿酸 等一下會從尿尿出來 好,這張很重要 所有的按摩最後一定要按腎上 才有效 好,轉一轉 好,現在你們可以站起來 看你要穿鞋子、襪子 你看一看,你的左腳是輕的 你的右腳還是很重 對,所以你們知道 對,所以你們知道 這樣就已經能消除疲勞了 你們就怎麼樣 知道這個很好要 右腳也要做 右腳也要做 右腳要做 到下一個你 留下一個 把右腳做完再衝出去 今天啦 決心到底也要做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我說今天可以熬夜 部長,部長 謝謝好 部長 我們現在不錯 我們現在再集合 還比較更可以 謝謝